因為有些是重複,你可以讓它變得更精簡 那當然最終的目的是 還是最後還是自己用VBA重寫 重寫的程度到底到哪裡 有時候其實在看個人功力 最後發現我最後基本上 我錄製劇集的機會越少了 因為自己寫好像比較快一點 因為大概都知道說怎麼跑了 你就不需要去錄 除非說你還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至少你還可以先頂著用 反正這個是一個階段性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大概需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也是一樣把這一題先打開來 先把這個關掉 當然先做完之後再錄製劇集 所以第一個先開啟這個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是額外的 所以你們把這個範例檔 從我們的範例檔裡面 找到之後打開 打開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題目在這裡 題目在原來的綜合練習的這個圖檔 但是需要的檔案要額外開 總共的話會有1、2兩大題 裡面的話有1、2、3 分別就各為三小題 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基本上就是國文、數學、英文 三個工作表 做什麼呢 幫我計算 反正就算成績就對了 它的算法是這樣 日常直筆 就是日常可能小考 有5次 但是呢 有一次不算分數 所以這老師還不錯啦 可能有一次你狀況不好 沒關係不算分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把最高的4次 再平均 怎麼做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日常考察也是平均 然後還有學習成績 再有比例的 按照比例來算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 國文、數學、英文的 學習成績算完之後 用連結的方式 把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貼到那個 最後的統計這邊 也就是 過來的東西 不是最後的那個結果的值 而是它的連結 也就是前面的成績如果變動的話 後面那個連結也會跟著變動 因為它貼上的話 是 對應到的是 某一個工作表 的 哪一個儲存格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少女幫我特別 已經有講到 只是說錄製去期 有沒有錄製去期的嗎 還沒吧 所以我大概有演練過 就是說 你們大概就是把這些做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要把 全部的先加總 再來就扣掉那個 最低的那個 最低分那一次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它出一次 得到它的那個日常值比 那這個地方把它打勾 那這邊也是一樣 平均 就把前面兩次平均 最後算出學期成績的話 按照比例 上面有個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一直這邊有 一直到百分之二十五 全部加起來百分之一百 那算完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開始錄製去期 特別注意 可能要這個地方先彩排過 然後自己要先動手 再來就是那個多重 就是多選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按Shift鍵 把國文數學英文 都全選 那這邊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你選完之後 如果我要取消的話 記得是按統計 比如說你這邊 把它多選了之後 你再去選其中的一個 它都不會取消選取 一定要點 國文數學以外的工作表 這個時候才會取消多選 特別注意 那錄製的方法 特別注意就是 一 你要把游標 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起點從哪邊開始 所以通常 你游標要先放在那個 統計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就開始錄製聚集 聚集的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就把它叫 什麼計算成績之類的 那就開始按部就班的錄 那錄的訣竅 特別注意喔 你的公式 不需要重新再寫過 你只要記得 油標放進去 打勾 它會幫你錄進去 我錄製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錄製聚集 給個名稱